大家好,美国现在开始大规模驱逐赴美留学生 纽约州州立的大学叫布法罗分校 50名持有F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身份被取消了 面临被驱逐境 原因是他们未能按规定递交I94文件 50名持有F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收到学校通知 那么他们的SEVIS记录被终止 即他们有效的F1身份被终止了 这意味着他们在美国现在是非法滞留 50名学生都是新生或是第一年返校的学生 他们刚刚到美国一个月 部分学生是9月28号收到的一封学校方面寄出的邮件 由于你未能在2021年秋季学期报告SEVIS记录已被终止 我们多次尝试与您联系 获取I94副本 表明您最近以F1身份进入美国 由于您未提供该文件 因此不符合F1报告要求 截至10月6号 已经有50名学生收到邮件 而9月28号下午 学校国际办公室就已经发邮件通知这些学生 SEVIS记录终止 也就是说学生的F1签证身份已经被强制取消了 按照校方的说法 学校经多次提醒国际学生要提交I94 学生没有完成自己的错 没有完成是学生自己的错 这些学生要等到下一学期开学前30天 才能重新回到美国 到时候学校会重新发放I20 入境时会自动启动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规定 国际学生入学 注册需要提交的材料 包括录取信I20 护照I94 学生必须在抵达学校后30天内 向国际学生服务中心提交I94表格复印件 而就生返校最重要的证件是护照和I20 我说一下I20 I20是学校向移民局申请证明学生合法身份的文件 I20上面有一个重要的SEVIS号码 是学生在美国国土安全局的国际学生 和访问学者信息系统的记录 你必须有这个号码 I94表格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发给外国人的 用于记录其在美国出境信息的文件 如果I94表格过期 或者在任何移民法庭程序中 被法官或移民上诉委员会 勒令必须离开美国 第二天起就开始算作非法逗留 部分学生在得知自己的SEVIS记录被终止后 尝试上传I94文件 但学校的截止日期是9月27号 因此他们的无件文件没法通过 至于没有及时上传I94文件的原因 有学生说没有留意邮件 也有人称邮件发送前自己还没有入境 还有学生表示自己的邮箱已经不再使用状态 对于身份失教后 仍滞留在美国的后果 有律师表示 如果滞留超过180天 三年内不能回到美国 如果超过一年或一年以上 十年内不能回到美国 而且还会牵连到附属申请人 或家属的签证身份的失效 律师分析 学生面临几种选择 一是马上离开 在下学期重新入境 第二个人是提出诉讼 三向移民局申诉 重新获得学生身份 有报道称 无奈之下 部分学生已经开始看回国的机票 他们面临的是高价机票 一个月的自费隔离 重新签证的签证费 以及无法完成线上课程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目前提醒留学人员 遵守学校相关规定 保护好自己的学生身份 务必养成及时耐心认真查看 学校和有关部门 特别是国际学生部门管理 管理部门发送的相关邮件习惯 根据要求按时做出反应 以便造成学业受阻 严重后果 美国明显加强了中国学生 特别是入境的管理 这个I94文件 现在学校也要求学生提供 而且是必须提供 时间也有限制 我还是提醒在美国的留学生 中美现在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你作为中国人在美国 你一定要什么 要留意 这个美国当局 不管是学校 海关 移民署 还是警方 还是美国国务院 发布的任何的信息 一定要及时的查看 一定要及时查看 因为可能会真的 现在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紧张状态 真的会影响到你 你呢 就是处于中美紧张对峙的最前沿 我也在这提醒各位 另外呢 我也会 这个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渠道 获得一些 针对中国 咱们中国留学生有用的信息 我也会及时的提醒给大家 还是希望留学生很不容易 自己一个人在国外 很不容易的 我也呢 希望这个留学生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在国外 那我呢 再次提醒 在美国的所有华人 不管你是不是留学生 你也可能获得了美国绿卡 获得了美国身份 甚至是美籍华人了 这个中美关系都会影响到你 现在是中国留学生 受到这个盘查 甚至被驱逐出境 你不能保证 未来不会轮到你 中美这个紧张对峙 如果升级 美国人很可能做出来 你在美国拿着绿卡 用的怎么样呢 你在美国 就算你是美籍的 华人也会受到波及 大家看看二战时期的日本人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紧张 日本就进集中营 就给你关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所有华人 自己要想清楚 自己要想清楚 千万别幸灾落后 有一些华人 中国学生是不是 把他们赶走 就像当年中国病毒 去年 天天喊中国病毒 结果呢 在街上挨揍的都是你们 都是那帮天天喊中国病毒的 刚点完赞 出门让美国人揍了 中国病毒 是不是 千万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多愚蠢啊 每天网上喊 哎呀 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消灭中国 自己出门 人家把你就当中国人 是不是 就把你当中国人 打的就是你 是不是 你每天看着我这么幸灾落后 我在中国 是不是 美国人想打我 得费点劲 他得买个机票 横挂 太平洋 跑中国来打我 中国海关 现在 现在过一过 现在过一过 中国海关 他想打我挺费劲的 你们不一样 你们就在美国 你出门 就是美国 不多说了 还是提醒 海外华人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键 这个键绷紧 另外脑子 一定要转变过来 有一些人啊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出卖自己的祖 出卖自己的种族 管自己叫什么病毒 最后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是现实报 现在海外华人 一定要团结起来 千万在这个时候 不要 不要 犯这种低级的错 华人如果不团结 我觉得未来 未来 倒霉的还是你们 你们是在美国 我顶多去美国 逍遥一个月 俩月我就回来了 你们要在那长期生活的 你的后代也要在美国 你得为你后代想一想 我最后说这个是实话 你得为你的后代想一想 一定要支持中国 支持中国人 中国变得强大了 你们在美国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 你们地位才能提高 这是一定的 所有海外华人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千万比像去年一样 天天喊中国病毒 出门让美国人揍啊 我在中国 真的 我在中国替你们祈祷 替你们祈祷 你们在美国